今天是新年後上班的第一天 你知道哪裡被塞爆了嗎 答案是領務局 因為現在辦晶片護照的費用降價了 大人小孩都可以省300塊錢 好多急著春節要出國去玩的民眾 全都衝去辦 元旦假期後第一天上班 外交部領務局就人山人海 塞滿來辦護照的民眾 原來是因為辦護照的費用降了300元 而不知道降價的民眾 被人潮嚇到想改天再來 今天其實是因為長假剛結束回來 又大家知道說 護照降價300塊錢 所以大家人潮特別多 我看今天這個量大概比 平常多個一兩倍有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有降價 對 只是剛好過年完 有時間就來辦 可是今天正好碰到這樣的狀況 對 我嚇到了 我在看情況如果不對的話 就會先離開好了 為了應付大批申辦民眾 領務局櫃台全開家派人手 連局長都親自下海服務民眾 只有帶著幼童的民眾有特別待遇 他也是現在剛好過年的時候啊 可是有沒有等很久 沒有啊 就是那個他們有優先小朋友啊 有高興啊 反正有降就好有好了 本來12月有結果可以辦對啊 然後現在就是變成說現在 因為降價的關係嗎 也是啦 其中之一 那今天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一個半小時 光等待就耗費一個半小時 如果不是急著用護照 還是避開這段人擠人的高峰期 UDN TV 林偉旭李光宜台北報導 好 thought 谢谢大家